为了让弱势家庭母亲能够学得一技之长 台湾世界展望会举办了照顾者赔利计划 米面石振造班 每个月四次聚会 妈妈们交流养儿育女心得 也透过米面石制作班的学习技能 期盼未来可以协助就业、创业 并且可以更妥善照顾家庭 而母亲节前夕也送妈妈们康乃兴 向这些坚强又充满任性的母亲们至上敬意 从去年10月开始 台湾世界展望会办理照顾者赔利计划 米面石振造班 透过方案让弱势家庭的母亲 习得一技之长 近10位的妈妈们 在照顾孩子与家庭之间 取得平衡播出时间 从米食到面食课程的学科述科测验 都可看见这些母亲 希望未来让孩子过得更好的决心 一般我们这些妈妈 其实他们平常有一些有在就业 有些是打零工 那有一些可能他要负责去做送餐的服务 所以我们集合这些妈妈之后 我们把整个技能赔利的这个班 把他执行的周期拉长 然后我们会利用每个月的礼拜五 一整天的时间 让妈妈聚集在这里 那目前这里的妈妈 有将近八位的妈妈 那他们目前都已经通过 米食的这个证照考试 那七月份的时候 七月中旬要再参加面食的考试 那我想这个过程里面是 长大会通过这个计划 陪伴这群妈妈 他们在照顾家庭上面 可以来协力他们 那我想主要也是去提升 家庭的功能 学员中的燕华妈妈来自中国广东 嫁来台湾已经有十八年 先生是临时工 常去在外地工作 自己则照顾家中三个小孩 最小的孩子患有中度生长 但仍全心全意的看护者 就必须得全心全意照顾他 然后因为他基本什么都不会 所以生活照顾上都是我处理的 然后因为他伴随着癫痫 所以要随时注意他的状况 包括他睡觉 因为要照顾他 所以我比较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然后老公都在外地工作 所以三个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在照顾的 所以几乎从以前就是公婆一起住 照顾公公婆婆 然后接着孩子这样子 然后就一直这样子 都是我家庭主妇为主 给我们生活补助 然后一些照顾 像一些现在技能的培训 我就觉得除了有那个参与感 也有成就感 对我来说 我不是只有待在家里而已 这样子 对 其实我觉得蛮感谢张文会的 因为他们蛮关心我跟孩子的 因为我带小儿子的关系 我没办法做很专业的东西 或者是很长久这种东西 固定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 我先把自己提升好 应该说有机会我们不要浪费 然后既然他们给我们那个很棒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努力这样子 啊你要提 自己要努力才有机会成长嘛 对 所以感谢他们那个愿意 谢谢谢谢 美艷感谢展望会 包含社工老师等人的支持 自己也把握每次学习的机会 努力让自己成长 尽管一路艰辛 仍抱持着乐观态度生活 市展会东区办事处主任肖文荣表示 为母则强 每位母亲都盼望自己孩子能过得更好 未来人将持续帮助更多需要的弱势家庭 并在母亲节前夕 送上康乃馨给每位暗嫁妈妈们 至上无限敬意 记得蒋邦彦华林市报导